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六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新冠疫情還在延燒 民眾心中充滿諸多不安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抗疫第一線該怎麼做呢 好辣軍團們 有哪些親身經驗要來分享呢 值班小護理是林彥均 哈囉 大家好 2021年新的防疫工作 下半場開打了 那就要談談下半年度的計畫 現在全世界的疫情 正在轟轟烈烈的上演 現在病毒也慢慢發現到 很多病毒都具有一些 比較高的跟人體的細胞 接受體的結合度更好 所以更容易傳播 那換句話說 以前的話可能容易傳染 都是老年人 現在的話 小孩子也是容易被傳染 所以我們更加要注意 做什麼防範呢 要好好戴好口罩 做好勤洗手 那有些環境也應該做好 適當的消毒 那當然就是除了這樣以外 我們做這些努力都在等待 有效的疫苗開打 而且大部分人都要打過疫苗 疫情才可能獲得控制 我們這一年也養成習慣了 對 回到家 沒有脫光衣服是不能進門的 是是是 你就脫光才進門啊 對是 真的好 要噴過 真是 然後徹底 只要一出門衣服 絕對一件一件都丟到外面 家裡的人也是脫光等你回來 然後衣服就把它拿去燒掉這樣子 幹嘛燒掉 可以 我們今天還為了這個主題 還特別請到高一平 大家好 各位看到一文牌子是 2020年3月美國返代 最後一班不用隔離的飛機 就是我們是2020年的3月18號抵台 然後是早上5點鐘的時間 那那個時候其實在美國的話 我想各位應該新聞看到 其實美國對於疫情一開始 是有一點點比較忽略的 他們一直不斷呼籲說 其實流感比較嚴重 可是因為我的親朋好友 父母或者是我先生 先生在上海父母 然後都在台北 所以我們對於肺炎這個新聞 我們是每一天非常密切觀察 所以半夜都是看亞洲新聞 然後白天看美國 然後兩個落差非常大 大陸 然後後來或者是都在台灣 然後後來有旅客很多 不一樣的關卡 然後在防疫的同時 當然也說爆發出很多的疫情 然後美國一直還是在 告訴大家說 在我們國內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要擔心的是流感 可是因為我每天就是 早晚都在觀察新聞 我就覺得為什麼說法 而且當時大家對美國的印象 是覺得說美國你流感 死得都比這個人多 對 他們是他們的衛生部的 因為我想每個國家 應該都是一個窗口 他們不斷地宣傳的 或者宣導的概念是 不要戴口罩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生病 你不要戴口罩 因為你也沒有細菌傳染給別人 可是如果你生病了 你就不要出門 所以你更不用戴口罩 因為那時候其實在國外 在美國已經口罩有一點買不到 反正就是這樣子 兩個新聞的一個狀態之下 已經到了二月底 三月初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天跟我兒子說 我們回家吧 我們回台灣吧 他說 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覺得好像 不太優秀 怪怪的 所以我就訂了機票 我就訂了以後 當然是隔了一個多禮拜以後 才要上飛機 可是就在那短短一週當中 就開始了 我訂機票的時候我記得 航空公司是說 飛機是空的 就是沒有人要從美國飛回台灣 可是等到幾天以後 要確定機位的時候 他們說爆滿 全部大爆滿 你看訂得多好 所以我第一次 對 我這一生當中第一次早知道 所以那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那天我們的運氣非常好 然後這是第一次戴口罩坐飛機 因為有很多朋友就講說 那你上飛機以後 你最好還是把周圍清潔一下 包括有人講說 不要用枕頭 所以我們就把飛機準備的枕頭 跟毯子都一概不用 可是我就帶了這麼多的 所謂的清潔用品 噴手的噴著 然後我把整個我的位置 都擦了一遍 然後空服人員還說 不錯 擦得很乾淨 發現我有諸多才藝 然後可是這邊的話 就是到台灣的時候 這個大排長龍 我想各位出國應該都知道 一般入境不需要這樣排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是五點鐘 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填表格 而且是實名制 所以那天排得也滿長 可是那時候心情很好 已經回到台灣了 回到台灣了 就覺得心情很好 而且美國那時候還有一個呼籲 慢慢他們發現是肺炎的概念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有宣布就說 如果你有感覺不舒服 不適的狀況的話 不要來醫院 不要來醫院 請你跟你的家醫 你的家庭醫師先聯絡 聯絡之後 他可以針對你的症狀 幫你開一些藥 他甚至有一個新聞還講 如果你跟你的醫生很熟 他是你的好朋友 看他願不願意去你家 幫你看一看 我就是聽了這麼多的訊息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還是快回來吧 然後想說還是快回來 然後那一天在飛機場 我們在等要填表格 排了快三小時 後來我跟我兒子 我們是屬於自主管理 就是衛福部有專業人員在現場 很清楚地解釋給我們每一個人聽 什麼是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的概念就是說 你不能群聚 你去任何地方 你都要戴著口罩 然後你要每一天量起溫 然後你要接受他們的電話 然後你要留下你的戶籍地 或者是能夠聯絡的方法 然後你不能消失 從3月19號開始 我就每一天接簡訊 然後就是衛福部關心你 然後除了關心我以外 他還會打電話給我 他們的簡訊 然後你要快點回1 1就是沒事 有一次我不小心 好像隔1、2分鐘沒有回 他們就猛發 他們好怕我有事 1、2分鐘 對... 我跟你講 他就是要確定知道你沒事 因為你知道 你就去想像 如果病人他可能真的 他怕他昏倒在裡面 對 我昏倒在裡面 他就電話... 他就一直發 就是除了這些簡訊 每一天都會叮一聲 我就很快樂 然後他就覺得不舒服 沒有 就愛你 我就覺得說 對啊 好 然後接下來他們還會打電話 不定期 可是電話的那一頭 就是你想不愛上他都很難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要理你的時候 你就會不知不覺中 就好像愛上那個偶像劇裡面的男主角一樣 然後他就會說 他說 你如果真的不舒服你要說 然後我就說 好 我如果... 我還想跟他多聊兩句 真的嗎 因為沒事做 我就說我很好 然後他說 OK 就過來 然後我跟你講 可是最... 最讓人傷心的就是 那15天一過 再也沒有消息了 衛服衛服 我就... 有種失落感 對不對 真的有 就再也沒消息 也沒電話 也沒簡訊 然後也沒有人來問號 你就覺得很傷心 那兩個禮拜是假的 我跟你講 天天待在家裡 然後你完全不出門 其實到後來會有點 封閉的感覺 然後我就跟我兒子說 那我們就晚上 我們去散散步 真的就是夜深人靜 商店都關門 我們也沒有逛街都沒有 任何地方都是戴著口罩在散步 可是還是有人看到我們 然後還是去 後來有人來查我們 有啊 然後就說要叫我出示很多證明 我就給他們看 就是那個表格 然後就是日期 然後那個人就說 那就不好意思弄錯了 然後我家的大門 就不斷地被噴酒精 你知道嗎 你們... 你知道你有看過你們家的門 感覺像... 就每個人經過他家就... 噴一下 就有毒 真的 我家大門被噴到 後來都嗅掉 把手都嗅了 對啊 然後那個門看起來 不是 現在講一講覺得蠻好玩的啦 就是反正已經過去了 可是我可以理解 真的大家都很緊張 而我其實每一天也都在想說 有沒有喉嚨痛 我有沒有呼吸困難 然後不是有一種講法 憋氣十秒鐘 是 然後憋了以後 然後是不是呼吸會不會咳嗽 我就天天在那邊憋 然後就沒咳嗽 還是會害怕啦 所以我懂我懂 沒事 有一天就有一個 也是從國外回來 他已經有隔離兩週了 但是他就是有呼吸到的症狀 所以他想... 他就先去診所 診所當然是馬上請他 不要再走進來了 請你直接到醫院的急診室 結果他就是不想要去急診室 他就跑到門診 結果又被門診警衛 在大動作地繞到醫院外面 然後再到急診室來 然後我就跟他說啦 現在是疫情期間 然後你有症狀 你有旅遊史 他說我上飛機前就是陰性 然後我已經隔離了兩週 可是我說 還是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還是要幫你走這個流程 等一下我們要照X光 然後我要幫你採檢 他很生氣 但是他還是有照做 先照了X光之後 我們就要把他進到另外一個房間 我們要做採檢的動作 可是那天病人太多了 今天病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有一點想要把 需要採檢的全部都累積 一個程度之後一起 可是就在那個當中 對 那時候我們就嚇了一跳 我們趕快打1922 然後趕快call他 他直接關機 後來我們還報警 對 然後他那時候後來 終於找到了的時候 他在一台車上 他說他在裡面等我們的時候 他已經受不了 他覺得我們是歧視他 他覺得我們這樣對他是 非常不公平的 然後他就說 所以我就叫我朋友來 就害把點滴拔掉 然後就衝出去了 他現在在朋友的車上 我說我現在做的這些規定 都不是我們自己醫院的規定 這是整個國家的規定 現在就是這樣子 而且我們已經把你通報了 那希望你這個時候 從這個點開始 你坐這個車 你就是回到你自己一個人住的地方 我們等報告 疾管局等一下就會來找你 如果我們找不到你 我們一定會報警 然後而且你如果出去 你一定會受罰 我們現在都知道說 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事外 這個疫情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事外 這句話很好講 可是我們每次看電視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為什麼他會這樣 可是等到換作是你的時候 那個心情就不一樣 然後會出現很多的不願意 或者是很多的負面的感受 可是真的 其實現在的規定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很不幸的 你有一些旅遊接觸史 你必須要走政府規定的流程的時候 請大家一定要配合 所以兩個禮拜以後 還要多久要必須接受 像這樣子的 因為它只要有旅遊史 很難說 對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希望 最理想的是兩週 十四天再加七天 這是最愛 現在是這樣子的規定嗎 對 十四再加七 可是這病毒很繳活 你看有的時候一採檢 二採檢 三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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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次才有的人 還有他第四次 第五次 比你皆死 沒錯 所以他只要是有旅遊接觸史的 一定會 他即使已經一段時間了 但他有症狀 有類似的症狀 我們還是要把它強烈的懷疑 那他們就會覺得很不公平 這是不是一種歧視 這絕對不是一種歧視 這是為整個台灣的保護 做一個很重要的措施 那其實我相信大家 對現在新冠肺炎的解驗方法 其實都非常地好奇 那現在目前 其實總共有三種檢驗方法 那第一種就叫做核酸檢驗 那第二種叫做抗原 那第三種叫做抗體的檢驗 那目前其實國際上都是要認可 就是核酸檢驗的那個報告 那像抗原檢驗的部分 其實就有點像大家比較熟悉的 像流感快篩 那其實有可能它的缺點就是那個 敏感度不夠高 所以敏感度不夠高的話 就會造成偽陰性的報告 那像抗體的部分 其實如果你今天有帶抗體的話 就代表你有可能正在受到感染 或曾經受到感染 對 那其實抗原跟抗體 這兩個檢驗方法 去跟核酸檢驗做比較的話 相對來說其實抗原抗體的成本 相對會比較來得低 所以其實目前大家都還是用核酸檢驗的方法來做檢驗 那其實像台灣現在的許多廠商 都在自力開發就是抗原抗體的檢驗試劑 那因為就是它的成本就是比較低 那接著就是可以提高我們的那個檢驗的效能 我有看到幾種不一樣的一些三檢方式 有一種就是比方說我們看到新聞裡面 他們是拿一個很長的一個棉花棒 到鼻子這樣子高的 然後有一種是取你喉嚨裡面 然後另外還有現在我聽到 有些地方的檢查方式是口水 這幾個都是很準確的嗎 應該說在我們醫院 我們現在是不會接受這種口水的檢體 我們一般還是用那個就是 還是棉花棒棒的方式 對 那個其實滿痛的 你之前聽到那個鼻子跟咽喉 是因為 因為醫生在做這個檢查的時候 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在想哪一個方式 其實是可以檢驗出來 但是其實不管是醫生 鼻子跟咽喉 都是同樣一個東西 對 它是一起的 都是同樣一個東西 那有一些檢驗就是說 其實你用咽喉抹一下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生到鼻子 但是這個還是沒有定論說 我們現在還是最標準的 還是放在鼻子 現在之前就是有一些確診者 他就是隔離很久 比如說這個金巴黎台上 他隔離了81天 就破我們這國內的紀錄 才三彩鷹才解隔 那之前機關署 或是指揮中心有放還這個規定 說二彩鷹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我們其實在上個禮拜 其實有最新的規定說 你不管是兩彩鷹還是一彩鷹 然後一彩鷹 但是這個數值 CT值大於34 或是兩彩CT值大於34 同時搭配這個症狀 已經退燒了三天 或是這個無症狀的 這個症狀發病日 已經超過10天以上 搭配這樣子 就是放寬這樣子的解隔條件 那就可以讓這個確診者 他在已經沒有傳染力 但是他有抗體的狀況之下 可以提早出院 可是像Lita 妳現在是有抗體對不對 對 我現在還有抗體 我報告上個月出來 我還有一點點 那抗體會隨著時間越來越少 我在醫院裡 我本身就有做戳鼻子 然後又戳喉嚨的 然後每天一定要吐痰液 因為痰液就可以知道 你的傳播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病毒 傳播途徑 不要靠口默的傳染 妳是說當時是不是 對 當時在醫院的時候 每天都要吐痰液 那妳回來有不舒服嗎 有 我的症狀拖了非常久 我從二月中就開始咳嗽 對 因為我在西班牙唸書 然後我就一直想要嘗試救醫 但是當地的醫院 是非常知名的都說是流感而已 就塞給我咳嗽藥水 所以我的症狀一直都沒有好 就是一直拖到 三月初我就發燒 那我就覺得 這應該就是中了 然後我就趕快就到醫院去 結果他們一看到我是華人 戴著口罩 就叫我趕快回家自己 自己隔離就好 在西班牙的時候 對 然後那時候就感受到 很無助這樣子 對 然後家人也很擔心 那我那時候一直沒有回來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自己是流感 然後也很怕機場跟飛機 這種場合 所以想說能撐就撐 結果沒想到一直都沒有好起來 然後感冒藥水當然就是沒用 對 然後是咳嗽咳到 我都沒辦法躺平 就會開始咳 所以 發燒後我就開始失去胃嗽覺 越來越嚴重 然後家人就說不要再呆了 而且那時候西班牙宣布要封國 還有封城 然後當地也有排花的現象 所以就叫我趕快回到台灣 可是你是年輕人 如果即使沒就醫也會自然好嗎 你覺得 其實我的室有五位 他們就是當地人是沒有辦法到醫院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到醫院就醫 因為他們還年輕 加上他們那邊的醫療系統 整個癱瘓了 所以他們在家裡自己隔離的狀況 他們也都二十幾歲 然後大概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症狀就都沒有了 對 但是我出了一個月 這是痊癒喔 對 他們沒有症狀 所以年輕人這樣會害死你的 那個觀念是錯的啦 對 如果跟長輩相處的話 對 長輩會被害 台灣不一樣 台灣就是過年要聚會 跟家裡祖孫三代 你不是把老年人都拖垮了 對 回來我一到機場 我就主動通報 因為我的未嗅覺的症狀 失去的症狀 是那時候還沒有普遍知道的 那時候台灣是沒有這樣的案例 所以我就在機場先 跟機場檢疫人員說 我覺得我應該是有 雖然我發燒只有一天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是有這個病毒 那他們就把我帶到小房間 機場小房間去 對 那當下我也就是很錯愕 想說 就會一直有很多小劇場 覺得自己萬一得了怎麼辦 我的室友怎麼辦這樣 然後 我也就搭了防疫計程車回去 他們就先讓我隔離 結果隔天 也是有很多人打電話 問我在不在家什麼的 然後到晚上就是 通知我說 然後你趕快打包兩天的行李 就是現在要把你帶到醫院 做更詳細的檢查 對 然後我當下就是很 就是很感謝我好險有些 讓爸媽先離開家裡 因為我就想要謹慎一點 對 所以都我一個人隔離 那到醫院後 就是馬上被抽了八管的鞋 還有這樣點 抽你的鞋不是全副武裝 全副武裝 他們穿兩層防護衣 兩層口罩 然後護目鏡 他們口罩戴兩層 對 所以就非常謹慎 然後抽鞋當下我也是痛哭 想說如果我沒有確診 為什麼要抽八管這樣 然後就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後來隔天醫生 親自打給我說 小姐就是你確診了這樣 對 我就才知道 當下妳的心情怎樣 就覺得很像世界末日 就覺得自己怎麼會得 明明在西班牙都跟我說沒有這樣 那後來就是進醫院 就是你們 你們是被隔離14天對不對 但是我有自主管理 就是幾乎都沒出門是真的 我總共住了一個月 在醫院吧 對 就是待了整整一個月才可以 才三才因通過 對 我驗了九次 出院之後在家又待多久 我又自己在家裡待一個月 我才敢真的出門 我算了一下我從今來到現在 總共抽了13管的鞋 會抽這麼多 除了本身就是醫院需要之外 是因為我有同意國防醫藥大學研究 我的血液還有彈醫 所以會多抽疾管 給他們研究藥物 我是不怕抽血 但是覺得手臂上全部都是針孔 滿難過 為什麼自己生這個病 真的很痛 然後也不知道到底多久會好 也沒有解藥 治療方式因為沒有解藥 所以我們只能吃抗生素 對 然後靠自己抵抗力來 對 因為那時候也沒 不知道是用什麼藥 都一直吃 沒有用的 對 就只能吃抗生素 然後還有打D&D也是抗生素這樣子 經過這一次 妳對妳人生有什麼改變 有 我就是以前還滿挑嘴 可是現在又餵嗅覺回來 我就是吃得到簡單的東西 都很開心 在醫院裡面我們也是有 就是用隔離箱傳送食物 就是這個隔離箱 好吃喔 我們都要透過隔離箱來拿東西 對 這樣就可以減少於醫護人員的接觸 剛剛第一張是X光片子 對 X光片 每個禮拜都會拍 他們還會把X光機器推到我房間 去幫我照相這樣 因為這個隔離病房 每六小時就是打一次新鮮空氣 在空氣中的病毒就是散掉這樣 那邊上面那裡 然後這是攝影機 可能怕我們出事情 所以就是要24小時監控 然後這邊有寫說 請勿開窗會使腹壓失效 門就是如果外面的打開 這個就絕對不能開 不然的話病菌就會跑出去 那中間它就是會消毒 我這邊的空氣 所以護理師什麼的 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現在很多年輕人幾乎都沒什麼害怕 聚會聚會 喝酒喝酒跳舞跳舞 妳要有什麼話跟年輕人講嗎 就覺得 就是可能年輕人不害怕 但是要考慮到說比較年長的家人 然後或者是 如果真的哪一天 我們 我們會淪落到像歐洲這樣子 那就是體力比較弱的人 他們真的需要病房的時候 會沒有病房 所以我們不能只為自己 想要為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去想 這一段時間真的 在隔離病房裡面照顧 大部分可能都是 感染科或者是胸腔科的醫師這樣子 像Rita的經驗 我們剛開始在照顧 這一類的COVID-19的病人的時候 其實也都有很多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之前第一個個案的時候 她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樣 就剛開始還不需要隔離 爸還不知道 但是她就從歐洲回來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 她就跑到醫院來說 那我要就是 有點像感冒這樣子 但那時候我們其實就很警覺 就趕快去幫她做了篩檢 結果那個個案後來 在住院過程當中 就開始也是出現很多那個 就是嗅覺的 味覺異常的一個狀況 她只要聞到 只要失誤端到她的面前 完全沒味道 對 她比較特別 她比較像是在陽明山泡溫泉 都是 嗅覺跟味覺全部都是異常 那這個症狀 其實後來雖然發燒比較好了 咳嗽也比較好了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不然我們來幫她採檢 看是不是那個 可以解除隔離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 然後一採羊 再採又陰 第三採又陽 就這樣子 羊羊陰陰 這樣子一直 那一直到後來 她整個在我們醫院住了 住了兩個月 住了兩個月 然後採了九次 最後才終於就是三採陰這樣 她那時候從三月 一直到年底 去年年底的時候 她終於跟我說 我終於可以聞到食物的味道 好久 真的拖了半年 而且其實就像你剛剛提到 其實免疫力這件事情 那現在也大概知道說 那個抗體也是整個 會慢慢的減少 對 現在大概知道說 她保護一大概差不多 六個月左右 對 但是會不會能夠保護更久 就不曉得 那我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是打預防針的話 那會不會她也是 像這樣半年就沒有了 現在的確是 疫苗打了會維持多久 應該還不太確定 能維持很久 但是至少我們以疫苗的概念 一般就像流感疫苗一樣 維持個半年到一年左右 但是如果這個疫情 都要靠自然感染 每個人都感染過 那我想這個世界要恢復 比較疫情之前的情況 要好幾年 而且會非常嚴重 所以疫苗是一個 必要的一個武器 其實我們醫院在去年四月 就開始做新冠肺炎的檢驗 那其實我有檢驗過一個陽性的案例 那其實這個個案 它就是從國外回來 對 然後大概九月的時候 跟有人就搭飛機回來 那其實他一開始都沒什麼症狀 然後就去做隔離 就是居家隔離 但是在隔離的期間 他就開始有些身體不舒服 譬如說像發燒 然後就主動打電話到衛生局 然後剛好那天很巧 是新一天 然後是我值班 所以我就從家裡就趕快衝回醫院 去處理這個檢體 那其實我們醫檢是在處理 新冠肺炎的檢體的時候 其實最擔心的就是 開蓋的那一剎那 因為其實有可能會產生氣焦 或者是產生噴檢 然後造成污染 那其實很慶幸的是 因為我們有防護裝備 那其實我們又在 生物安全操作櫃裡面 去做檢驗 所以其實相當的安全 這裡跟大家介紹一下 新冠肺炎的核酸檢驗 那其實現在的規範 就是一開始要先做兩個基因 病毒基因 一個叫做RDRP 一個叫做E基因 所以當這兩個基因 都是陽性的時候 我們要加做第三個基因 叫做N基因來做確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其實如果你的那個圖形 有像這樣子飛起來的話 就代表這就是陽性 其實當天我看到這個報告的時候 我有嚇到 我們的報告其實時效 要在六個小時內發出去 趕快就重新再重做一次 最後確診 這個病人其實就是陽性 那就是立即趕快 就是 還有 那個個案就趕快 就是到醫院做隔離 大概就是這樣 從去年爆發疫情之後 對 那我們 本來是一般的飯店 那為了要跟大家 站在同一陣線上面 所以我們馬上 就是 因為那時候很多飯店 其實生意非常 對 沒有旅遊業 就是衝擊各大旅遊業 旅行社飯店也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 客人 他會從機場做房 一起計程車到我們飯店 客人他不會到飯店的大廳 就check in 因為大廳它是公共區域 所以防疫的客人 他要進來我們入住 房移旅館的時候 他必須做房 一起計程車 到我們飯店的地下停車場 對 那地下停車場的那一個樓層 它是不能有其他任何外人的 就是經過那個樓層 就會變成是我們飯店的櫃台人員 對 大廳人員 我們會下去那個地下的停車場 去接待客人 所以像我們接待人員 我們就會這樣子全副武裝 就從頭抱到腳 對 那譬如說 像基本的 然後還有就是 然後政府會補助 會發給我們一些 然後連 對 然後在臉部的話就是 除了戴護目鏡之外 還要再戴一層面罩 就是以防萬一保護自己這樣子 然後接待完也會客人 我們就要再就是換下一套 你知道那時候其實坐飛機 有人就是穿這樣子上飛機 十幾個小時 然後連廁所都不上的 你知道嗎 有啊 對 真的像我們有時候也會碰到 就客人他可能從國外回來 他從國外的機場 他就已經全部裝 包到進到飯店的房間裡面 全程這樣包住 因為你怕他 他也怕你 對 沒有錯 客人就是到 因為他到我們的停車場之後 我們要去做接待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要做 基本的一些檢查 譬如說量體溫 然後手部噴酒精這樣子 然後他所有的行李的一些東西 全部都要噴酒精做消毒 對 然後我們把一些飯店的 一些注意事項 稍微簡單地跟他講之後 飯店會有專門 給防疫旅客搭的電梯 就那一個電梯 對 他就是直接專門坐在電梯 直接到他的樓層 對 然後進到他的房間 那他再也不能出來對不對 對 他進到那個房間之後 14天才能出來 14天才能出來 我可以補充一下嗎 因為我先生在隔離飯店 你知道他就形容他的心情 他說 他說你知道嗎 我一個人都看不到 他說唯一的就是跟你交換LINE 就是他都是用LINE來做聯絡 你就LINE給他說你需要什麼 他就幫你送到房門口 然後他送到房門口以後 有一種是敲門 然後等到他到門打開的時候 一個人都沒有 他說每一次打開門都沒有人 所以他現在還在防疫飯店 對 他快回家了 對 可是重點他就說 他說那個感覺 就是那個一個長廊 然後就有一個東西在你面前 然後你知道他要換床單 他就會跟他們LINE說 我想換床單 他們就會把也是同樣的方式 然後就LINE跟他說 已經在你門口 他就拿進來 他們還準備一個桶子對不對 對 你自己換 你自己換 然後你自己鋪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隔離是個好事 因為我先生前所未有 你知道嗎 就是他懂得 因為全部是自主管理 你要在 包括洗衣服 打掃 飯店 所有 因為沒有 他說他14天 他說其實他都一個人都看不到 他後來還出現發燥的症狀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曾經就是去年9月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好就是 那時候更好的 還是有很多的外國客人 就是我們回來台灣 對那剛好那一位外國客人 他已經 其實他已經快要結束了 快要兩個禮拜快要結束了 然後結果他發現他搭回來的 回來台灣的那一班飛機 有其他的確診 對那變成說那個確診者的 座位的前後三排 是被需要衛生局 就是礦列柱的 注意的名單 對 那後來因為相關的政府單位 有到我們旅館 就是有跟他面對面確認 就是一些資料 那所以我就陪同 政府單位 然後上去到他的房間 結果就剛好到下一個禮拜 我就開始感覺 我身體不太對勁了 因為我開始有發燒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馬上到 當地的就是 檢驗醫院 馬上去做這個裁檢 基本的一些問題 就是有沒有出國時 14天有沒有 有沒有出路徑 然後有沒有接觸過 每天在接觸 對我就說有 然後台灣就嚇到 就說我是 因為我的工作是 就是在台北的 防疫旅館工作 對 結果我一講 就身邊所有 急診室的病人 就撤退 撤退 真的是不誇張 真的是不誇張 就是撤退 然後連那個急診室的護士 都開始就是 開始緊張 然後就開始後退 就是跟我有一點距離 我那時候就是進到就是 醫院外面的就是隔離艙 對 附加隔離艙 然後去外面去做篩檢 對 那像篩檢的話 就像剛剛講到 就是有就是鼻子 或是喉嚨這樣子 做篩檢 那當時篩檢完之後 隔了一個一個多小時 當時的醫院 他是跟我講說 我是陰性 真是陰性這樣子 可是其實陰性 就還是要做 就是七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你後面沒有在發燒嗎 後面 後來因為 當時的醫生診斷為 我是就是一般性的那種 那種感冒發燒而已 對 他只是 不是因為我現在 他給你聲音也蠻雅的 而且磁性 磁性 沒有 我本人聲音就這樣子 他已經有症狀 假設他這時候去做採檢 已經發燒 去做採檢 假設有的話 就真的應該就會驗出來 力量 其實我們知道去年這個時候 其實是大家很恐懼的 對 是 不僅嚴重恐懼 醫療團隊 其實心裡也很恐懼 為什麼 我們恐懼來自於無知 我們不知道這個病毒是怎麼樣 它從什麼地方攻擊我們 它會用什麼方式攻擊我們 所以我們知道去年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對治療指引上 完全毫無概念 一下這個藥有效 一下這個藥可能有希望 一下什麼奎寧跑出來 我們會發現其實很多醫院的 自己的同仁 其實包括醫師 包括我們的護理同仁 大家就掛號自費去買奎寧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開說明會 跟同仁講就說 目前這個藥 目前只是假說 也不一定 那如果真的有效 是優先有患病人得的時候 大家也不要那麼恐慌 如果同仁得了 我們已經想盡辦法幫你去掉藥 所以這安撫同仁的一個心情 甚至我還聽過一些同仁知道 大家知道如果真的染疫 疫情爆發 醫療體系崩潰 最怕什麼 怕沒有呼吸器 對 沒有呼吸器 我們大家知道 所以你們知道呼吸可以用租的 所以其實真的有醫師 在家裡已經先租用呼吸器 我每個月付租金 那不一定會用到 不管哪一天我染病 醫院呼吸不夠怎麼辦 是 我至少家裡還備用一台 這種恐懼 無意於這個疫情的控制 還是 團結合作 相挺 這幾天 我們醫界 我們對相挺 我們的夥伴 這個團結合作這很重要 沒有人否定 就是說醫夫人也真的很辛苦 其實最近有這個院內感染的案例 那其實我們從去年過年之後 就有這個分長分流的措施 你知道有這個發燒的人疹病患 就會轉到這個急診外面去做篩檢 那通常是這個內科醫師 不管是感染科 胸腔科醫師 會去做這個支援篩檢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我們就是支援這個專責病房 因為像這個 這次838就是這個專責病房的住院醫師 那我們在專責病房裡面 基本上 你在一篩陰 就是二篩陰之前 我們都要當做他試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有可能一篩陰 但是後來轉陽的狀況都常常有發生 所以我們常有一些 比如說這個肺癌的病患 它是本身有這個癌症 那它常常會有這個反覆性的感染 半血症 甚至需要住院 那它又跟這個 就香港回來的這些親戚 在年夜犯人 還有一個同桌聚會的場合 結果它就發燒了 那旁邊的外傭也發燒 那我們就覺得說 它會不會是這個 被傳染的重症的案例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個護理站 隨時待命 它可能隨時要插管 就像這個838這個案例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要穿著這個 就是這四五個小時都不能 不能吃東西 不能喝水 甚至也不能上廁所 就是真的很辛苦這樣子 來 我們就看看 2020年4月美國反彈 對 我們是在美國 華盛頓DC 華府那邊 你是去工作嗎 還是什麼 我老公去那邊做交流 那我們本來預計是待一年 應該要到了今年的六月 才要回來 是 但是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提前回來了 就像前面大家講的一樣 就跟他一樣警覺性高了對不對 對 我老公警覺性很高 早知道 早知道 其實我那個時候 心裡還在想說 我應該是離白宮最近的地方 應該 最安全 美國強國應該在首都地方 應該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但沒有想到 美國其實在三月份那時候 開始已經也真的是 爆得很誇張 然後那時候幾乎美國已經 一個一個週都開始準備到封城了 我們就覺得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有 帶著兩個小朋友 都是非常小小孩 三歲跟一歲半 這麼小的小朋友 我們就覺得 我們自己在美國那邊也是 無親無靠 我們很害怕 我們也覺得 好吧 就還是趕快回來好了 所以我們也是非常緊急的 決定要回來 然後就訂機票 到真的飛機起飛 總共只有四到五天的時間 所以那時候說真的 我要買任何的防疫物資 是完全買不到的 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 算是窮酸版的防疫物資 因為褲薄薄妝 那個真的是買不到 美國那個時候的物流 幾乎整個是癱瘓 你要買都要再等一個月的時間 那時候台灣 我看到很多人都還有在買 那個護目鏡 那我在美國 我真的是沒有護目鏡 我真的只能拿我的 太陽眼鏡 我就想說 你們還要 沒有 逃難的時光 你當時時間 這哪像逃難 哪一次就度假好不好 我也真的是 背心很慌張 口罩了 口罩有 等一下 我先秀一下 我的小孩 因為我們寶寶就是 他算 就當我小孩 我那時候真的是 一歲的那個還是要抱的 那因為小朋友 真的口罩都戴不住 所以我看到大家說 護目鏡沒有 那就戴蛙鏡 我真的是我們家 毛大哥 我們家一歲半的 我們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這樣抱著他們 這樣在飛機上面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最基本的口罩 在美國那時候 其實真的是 完全買不到了 這一袋真的就是 我朋友從矽谷 幫我這樣寄過來 這裡面 就這麼一小袋 就是我的所謂的 你們說是防疫物資 但是對我來講 是救命包 就這樣兩個 總共三個口罩 現在剩兩個 我用掉一個 然後他幫我寄了 酒精 好 酒精一定要有 上飛機就要到處噴 然後還有 乾洗手 因為我們家的小朋友 真的是太不受控 這一歲跟三歲 你叫他不要摸 他就是硬會給你摸 所以我大概在飛機上面 半小時就給小朋友 補一次乾洗手 然後還有一些 可是你並不知道 你那個搬機有沒有人去 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先做好防護措施 因為大家都跟我們講說 那個時候 很危險 飛機還有人跟我們說 是最危險的時候 但是因為它是 一個在封閉的空間裡面 但是我們不論如何 我們就決定 就是要逃回台灣 覺得在美國實在太危險 然後你看朋友還 幫我弄了什麼 好像這是什麼掛片吧 什麼抗菌掛片 說小朋友如果口罩掛不住的話 就給他掛這個掛在身上 就是那個空間清淨器的概念 對 類似空間清淨器 對 會把細菱撇開那個 然後我還可以證明 我朋友就寫了一張紙條說 第二方君 祝福您全家一路平安 好好的回到台灣 溫暖的家 They fly 一路順風 除了這樣子之外 我上飛機的時候 你看他都敢一年保留到現在 保留到現在 我覺得這真的是我人生 大風大浪 真的 你戴的這個上飛機 我戴這樣子 我戴 你看這個手套 這還是兩層 那為什麼要戴兩層 我那時候也是查 查大家說上飛機 上廁所的時候 你第一個開門 你會摸到公共區域的 我這一個第一層手套 一定要先拿掉 好 然後你上完廁所之後 再戴回去 對 你褲子穿好之後 你就不用洗手了 但是你出來的時候 因為你還要再摸一次 第二層手套就再拿掉 所以我朋友幫我寄來的 防疫物資裡面 也包含了他給我 100個手套 你說我們100次廁所套 100個手套 我跟我先生兩個人分著用 只為了逃回台灣 就是為了要逃回台灣 而且我一路上 大家都知道 就是算是一個新手媽媽 其實我是非常緊張 在紐約甘賴迪機場 一路我就開始這樣子 你噴別人 對 我就很像 我都覺得自己像仙姑一樣 再給我一個那個白虛 我就可以 就可以跟人家做法 就是要把所有附近的空氣 都要把它噴乾淨 你回來多久就知道 那個班機有12個人去 我們大概在第10天的時候 我們在家裡 居家檢疫的時候 就每天看新聞 就覺得反正 大概再過個四五天 大概就可以出去了 但沒有想到 下午兩點 大家看到那個指揮中心 突然就很緊急地召開記者會說 目前在我們這個華航 CI011的班機上面 目前已經累積了10例的確診 也因此呢 我們的陳時中部長 他就下令要 我們真的是嚇壞了 我們每天就是 拿著那個媒體公布的 確診者的座位表 我們就一直在那邊 對 說 離我們的位置有多遠 因為那個時候 你沒有看那個表 這個我噴過啊 我噴 我噴 我有噴它 但是 我有噴它 我們家小朋友 真的太可怕 他們真的是從頭 第一排摸到最後一排 摸完之後再舔 就是放到手裡 小孩子啦 小孩子 小朋友真的就是很失控 這17個小時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麼過來 那幾天你也很擔心對不對 那時候非常擔心 每天就是過得很提心 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想說到底 明天是不是每天兩點 都覺得好像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像會有一些 很像不好的消息會出來 都覺得是不是確診者 就在我們附近 好 隔天呢 果然我們就接到了 李幹事的電話 他跟我們說呢 我們這架班機 我們家四個人 都被列為是 全機要採檢的對象 對 那採檢的時間 會再另行通知 好 那那時候 我們就開始很緊張了 我們就很害怕 因為我們剛好 坐的那個倉等 算是人相對比較少的 所以其實 附近的人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其實都很清楚 我們兩個就開始 每天就在想說 左邊那個穿兔寶寶裝的 那個留學生 他看起來沒事 左邊那個都在打電動 我們就覺得 已經懷疑到底誰是確診者 懷疑到我們都覺得 我小公都覺得 是不是我們自己有問題啊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 早上起床 有點那個鼻子過敏 會打噴氣 會有一點那個感冒症狀 他就一直覺得 他還覺得是我 草木皆兵 他真的覺得草木皆兵 他覺得是我 所以他當下馬上把小孩爆開 然後他馬上訂了一個臭豆腐外送來 他叫我聞聞 讓你嗅覺有沒有問題 你聞得到嗎 我說OK我沒問題 我真的聞得到 好就這樣過 但下午的時候 我們真的也接到衛生局的電話 他叫我們全家 要去就近的醫護站 去做戶外的採檢 那你能看到我們家那小寶寶 那時候真的好小 他還在採檢人站 他要喝奶奶 他就肚子餓 我還印象很深刻 我們採檢那一天是禮拜四 然後我們過了三天之後 禮拜天的中午 接到了衛生局吧 應該是衛生局打來的電話 不過瓜哥你知道嗎 他沒有這麼乾脆的跟你說陰性 他不撲個撲了三十秒 他說請問是朱方君小姐嗎 您好我這邊是衛生局 因為您搭乘的班機 大概講了三十秒 然後大概講到快一分鐘 才跟我說你們全家 朱方君 朱先生 朱老大 朱小弟 怎樣怎樣 採檢結果為陰性 那時候 我這一分鐘的電話 我真的覺得很像是 一世紀之後 我們全家 因為我把電話放闊音 我們全家就抱著在那邊聽 然後心臟都這樣 快要跳出來 我們都覺得他在 你懂那個滋味 OK 對 就是當下覺得 終於這一分鐘 他講完宣布我們全家陰性 採檢是陰性之後 我們才覺得放下去可惜 然後才跟他閒聊 辛苦了 你來禮拜天來上班 我們這個班機還有沒有多的確診 後來就聊開來 是 Lita 因為你是曝光的 對 那你上班會不會影響 其實我去年就是剛出院的時候 想說 因為我是因為確診關係 就先休學 那想說休學期間 先增加一點工作的經驗 然後就有去面試 那面試一開始都聊得非常開心 然後也說 那你下禮拜一就來上班 結果在禮拜六的晚上 就突然收到LINE的訊息說 我們有同事看到你的報導 那可能你 對 然後就那時候 就受到滿大的打擊 但是就像剛剛醫師說的 就是其實 無知真的會造成大家的恐慌 所以我到現在都沒有覺得 我當初做的是錯的 對 我覺得分享那時候 我自己生病的狀態跟資訊 是我那時候唯一能做的 能回饋社會的 為什麼大家一直叫 不要去叫武漢肺炎 別人的感覺不好 到你自己身上 你就知道 那種感覺是非常不好 這邊大概就是要 特別要提的幾點 第一點就是說 這次的這個防護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要 那常常是要用 酒精性的乾洗手 也常常要使用 那另外指揮中心也特別提 八大這個場所 八大場所的話 要這個戴好口罩 要注意這個洗手 那要碰你的口鼻之前 要記得要先洗手 那當然我想在這些事情裡面 讓我們知道病毒傳播 是靠由直接的這個面對面 沒有做好防護的這個飛沫 那在特殊的情況 也許有一點空氣 那就是在重症的病人 是特別去抽痰 或者做這個插管這些事 可能會有空氣上的這個傳播 那再來就是 接觸到這個病人的身上 或者旁邊的這些病床 或者這些 包括有一些按鈕等等 有些地方如果那個是 有污染到病毒的話 你接觸到就可能會被感染 所以最後一個關卡 還是洗手 最後所有的病毒 你碰到環境 最後還是要回到手 來傳播 所以這很重要 那當然在環境的這些清潔消毒 即使家用的 有時候可以用一些 包括這個漂白水 市售的漂白水 稀釋這個100倍到稀釋50倍之間 就是我們講的500ppm 到1000ppm之間 大概可以用來做 家庭的這些清潔消毒 那我想多注意 一定比較能保健康 那大家這段日子 尤其到春節這段時間 這個人來來往往 湧起的家庭聚會 很多的地方 都要特別的小心 那這個病毒最主要很多 還症狀不明顯 症狀不明顯 你也看不到病毒 在防護上要格外的小心 這個指揮中心一直呼籲的 這些做法都一直是重要的 病毒再怎麼變化 這些基本功都還是跑不掉的 所以大家真的是 要把自己乾 萬一你們又是到處去聚會 又去玩 感染者越來越多 醫護人員是受不了的 很多護理人員說 我不幹總可以吧 到時候誰來幫你照顧 所以醫療人員 也背負了很大的壓力 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努力 現在疫情 台灣是不錯 可是全世界還是滿慘的 是 對不對 所以大家在過年期間 尤其又不能出國 可能大家出去旅遊很想 可能那人就會變很多了 所以自己待在家 你要能忍耐那個寂寞 來 謝謝大家今天來 分享我們大家的經驗 大家繼續努力的 謝謝 謝謝